中国Fintech登上时代周刊。 飞带移动信贷整体技术全球新突破。 5月21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美国时代周刊,刊发了中国一家金融科技企业飞带金融科技,并称,飞带为金融机构输出移动信贷整体技术,已成为全球金融科技的最佳实践。 时代周刊May 21,2018 文章称,银行对飞带青睐有加,因为飞带的移动信贷整体技术可以让银行接触到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客户,扩大他们的贷款规模,并提升他们的盈利能力。 作为唯一入选美国沃顿商学院的中国金融科技案例,一共15个案例,飞带入选了两个案例,时代周刊专程采访了美国沃顿商学院拉斐尔。 阿米特·Rafel Amit教授,Amit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飞带的成就和创新非常独特,飞带的创新是全球金融行业最佳实践。 飞带对小微金融借款人的独特价值主张、技术创新、以及领先的风险管理实践正在重塑全球移动信贷的格局。 以下为时代周刊文章的一文。 中国飞带代表移动信贷技术的新前沿。 飞带曾经是一家小型微金融服务机构。 目前,飞带已经成功转型并成为全球金融科技的先驱者之一,为金融机构输出移动信贷整体技术。 信贷是企业生存的根本。 对于渴望做大做强的中小企业以及努力改善生活的消费者而言,能否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融资服务至关重要。 但在许多国家,中小企业和消费者都严重缺乏借贷渠道。 简言之,大多数银行更倾向于贷款给大型企业,而不是评估小型企业和个人是否可靠,进而冒着风险贷款给他们。 幸运的是,中国的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开发了一款开创性的APP以及移动信贷整体技术,为数百家银行解决了这个难题, 为中小企业和信誉良好的消费者提供银行贷款,同时保持高水平的风险管理。 这一切都是通过手机在三分钟内完成的。 这家公司就是飞带。 美国沃顿商学院的拉斐尔·阿米特·Rafel Amit教授表示,通过向市场推出一款极具创新性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金融产品,飞带彻底影响了中国乃至全球的小微金融行业。 Emmit补充说,飞带的软件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应用于其他国家同样可以非常成功。 该公司表示正在研究拓展东南亚和美国市场的机会。 但就目前而言,飞带看到中国国内仍然存在巨大机遇。 飞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唐霞表示,我认为中国移动信贷市场是巨大的且潜力无限。 自从2015年推出飞带APP以来,飞带取得了现象级的业绩。 目前,飞带APP已经帮助中国超过500万客户,从金融机构获得超过47.5亿美元,300亿人民币,的贷款。 正因如此,飞带在2017年完成了重大的战略转型,开放飞带APP背后的移动信贷整体技术,让更多金融机构具备向这些客群提供融资服务的能力。 飞带助力银行将不良贷款率控制在3%,在业界,将不良率控制在5%左右的水平就可以视为优秀小微信贷机构,这也证明了奇迹于大数据的风险管理软件十分有效。 这不仅对于借款人和金融机构而言是好消息,也是对中国经济和发展的重大利好。 中小企业是大多数经济体的中间力量。 在中国,近98%的注册公司都是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提供超过80%的工作岗位,创造了约60%的GDP。 另外,消费也是一个关键的经济动力,因为消费推动了制造业和商业的增长。 拥有超过10亿消费者的中国,要充分挖掘人们的消费能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越来越强。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金融科技创业公司的全球领导者,但唐霞一开始从事的并非金融科技行业。 唐霞曾先后在中国建设银行和证券交易公司工作过,他于2010年在深圳创办了飞带这家传统的实体小微金融服务公司。 该公司迅速扩展到40家分支机构,拥有2400名员工,但风险水平也在不断增长。 唐霞彼时看到,其公司的商业模式已经过时且不可持续。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发展浪潮中,唐霞看到了机遇。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一些银行,但是他们的移动科技能力与时代的需求还存在差距。 为解决为得到满足的金融需求,中国出现了一次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移动信贷浪潮。 但这样做的风险很高,市场波动大。 唐霞说,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风险管理的解决难度会几何倍数的增大,被业内称为世界级难题。 唐霞下决心要解决这个世界级难题,他逆势而行,关闭了公司的大部分分支机构,只保留100名技术精湛的开发人员。 唐霞为了开发移动信贷整体技术,开始不分昼夜坚持工作。 唐霞的团队开发了三个平台,慧眼智能大数据平台,天网量化风控平台和神算移动科技平台。 这三个平台均采用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工作中所有人都需要克服巨大的挑战。 这一解决方案依赞非带获取、甄别、加工和应用大数据的能力。 唐霞说,中国的信用体系并不像发达国家那么健全,而且信用信息分散割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非带与近百家有资质的数据供应商开展合作。 掌握数据后,非带开发智能反欺诈系统,迄今为止,非带的用户中没有一例被确认的身份欺诈案例。 此外,非带还开发了自动审批决策系统,根据每位客户的信用记录和其他因素为其设置个性化利率和借款额度。 通过机器学习,这个系统能不断进行自我优化和性能升级。 然而,最大的挑战在于风险管理。 唐霞的团队开发了天网量化风控平台,能够智能地集成海量数据,在几毫秒内给出审批结果。 唐霞表示,这不仅节省了人力及管理等成本,更为关键的是这套体系对风险的把控更加科学和精准。 凭借其基于互联网的开源分布式架构的神算移动科技平台,非带的技术非常灵活,并且不断迭代升级,而银行的传统IT基础架构根本无法与之匹敌。 银行客户对非带青睐有加,原因在于非带的先进系统可以为银行匹配具有良好信誉的小型借款人。 做一些超出银行技术能力的工作,让银行可以接触到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客户,扩大他们的贷款规模,并提升盈利能力。 非带的成就和创新非常独特。 非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家入选美国沃顿商学院金融案例研究,一共15个案例,非带入选了两个案例,的中国金融科技公司。 Amit教授表示,非带的创新是全球金融行业最佳实践。 非带对小微金融借款人的独特价值主张、技术创新,以及领先的风险管理实践正在重塑全球移动信贷的格局。 唐霞认为,非带的未来是全球性的。 尽管非带出身于一家小微金融服务公司,从长远来看,非带将自身定位为一家为全球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技术公司,唐霞展望。 为此,非带需要投入更多资金来开发先进技术,并进行长期大量的研发工作。 而Amit教授表示,唐霞和他的团队是卓越和富有远见的,并且具有金融科技公司中罕见的创新能力。 放眼全球,经济和市场的波动性和破坏性不断加剧,走出去可能是一个冒险的选择。 然而,如果说非带已经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已经知道如何有效管理风险并因此获得成功。